新中国联邦坚守了一个多月 到现在已经快迎来了春天了 我们扛过了冬天 那么现在营地里面非常的有秩序 然后我们昨天我们的战友 也是跟各个国际组织合作 昨天我们比如说是在营地这里 帮这些堵在马路上的这些卡车司机送水 我们是跟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协同作战 我们也看到了波兰这个高速上 堵了很多很多的车 因为这些司机全部都是给乌克兰人送物资的 这说明了全世界的人都跟波兰站在一起 我们新中国联邦也跟波兰站在一起 我们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顺应整个全世界的这个主流的价值观 我们是必须得去跟着他们一起 去反对这些非正义的战争 我们是爱好和平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高速拥堵 非常的拥堵 全是运送物资 油料 冰式装备 各种坦克源源不断往那边运 我们就感受到了这个战争可能会很残酷 然后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这个网上新闻 乌克兰那边有延绵12公里的坦克部队 那么我们就觉得我们现在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坚守在这里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吧 我觉得那么大概就这么个情况